明天的確要變天 而且跟今天差很多 今天白天高溫都在30度以上 但是你看看這畫面是亞洲的氣溫趨勢圖 藍色代表是冷空氣 而且這一波冷空氣是入冬以來最強的極地冷氣團 就要來到台灣了 而且這一次可以說是溫度跟前幾次比起來真的是差很多 像是明天封面再加上冷氣團來報導 因此北台灣大概是13 14度 今天是30度 你看一來一往真的差很大 那麼中台灣地區19度 南台灣大概是22度左右 東半部18度 為什麼這一波冷空氣會直衝台灣而來呢 主要是入冬最強的極地冷氣團報導 那麼台灣就位在這個冷氣團的邊緣 因此也受到影響了 北台灣明天是奏降溫 那麼另外下個禮拜二的傍晚開始 這溫度還會更低 因為有另外一股規模比較大 而且影響更久的冷空氣也要來了 那麼那一波可能會來到了強烈大陸冷氣團等級 也就是台北車站有機會來到10度 甚至10到12度左右 那麼空曠地區有機會來到7到8度 有可能可以挑戰入冬的第一波的寒流 我們就來看一下週休假期的天氣究竟怎麼樣了 好以禮拜六禮拜天來看呢 你看喔 銀封面像是基隆北海岸宜蘭地區還有桃園以北 會有明顯的雨勢 主要就是冷氣團來報導了 另外中南部地區都是比較偏乾的 但是到了禮拜一開始水氣幾乎沒有 主要就是冷氣團才會逐漸的減弱慢慢的回暖 但是下一波的是強烈冷氣團 也是銀封面會有雨水 那北部東半部可能都會有一些局部降雨 那麼下個禮拜我剛剛有提到挑戰寒流 這溫差到底有多大呢 今天北台灣以及中南部都有30度 但是一直到了明天開始 這溫度是極降溫溜滑梯 甚至都來到了這個10到11度左右 不過下個禮拜二到下個禮拜五空曠地區 恐怕會來到7度左右 我們從氣象關鍵字跟您做提醒囉 今天基本上北台灣低溫大概12到14度 明年開始風力會增加 甚至來到9到11級長震峰 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行駛多熱好天氣高溫來到30度 苗栗台中山畫南投根玉林高溫28度 那麼幾乎呢中台灣地區沒有降雨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高溫來到30度 那局部有些地方甚至會飆到33度 宜蘭花蓮跟台東高溫28度 宜蘭地區以及花蓮地區有局部鎮雨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26度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資訊戰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盡好新聞 請問 請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